在增强国防军力的同时 他们还锁定了台湾的无人机技术 对 金正恩他除了要无人机技术 像他主要这个无人机 我们台湾生产无人机大概50公斤 他是50公斤 然后最重要的 他资料传送的画数 差不多1400万画数 那个品质是非常非常的高 好 他要的无人机各位晓不晓得 他透过的是哪一个国家 他透过泰国 要三架大概美金40万 他买50公斤的无人机到底干什么 第一个无人机的技术 你尤其是空拍画素 他未来要进行相关武器的试验 你尤其是合适的话 我这个无人机我就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他买回来干什么 因为他是高温高热高压 那他现在已经向台湾要订单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北韩他一直透过关系 他想买台湾这个 至于无人机 那我告诉各位 他那个型号 那我稍微查了一下 AL200 那是南部一家厂商 他生产 况且他一年生产大概三到四架 那他们从泰国弄来的订单 我这边 那我提醒一下 最好要问问看 是哪一个人买了这些东西 不要又像上次一样被移送把拜 对啊 那我上次不是讲 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钱 是不能赚的 没有 他透过第三地转口到北韩去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